视障朋友虽然他们的眼睛看不到 但是触觉是相对敏感的 所以大多数是从事按摩业 其中合格的视障按摩师都是通过国家认证 只兼充满魔力 大高雄从5月5号开始将有20场次的视障按摩活动 详细的活动内容请您收看在4月30号晚间9点播出的幸福按个赞 视障按摩师运用专业的按摩技巧 帮客人疏解医生的疲劳 每次按压都是针对客人痠痛的部分服务特别到位 他们和一般的按摩师不同 因为只有视障按摩师可以取得国家认证 另外技术的操作有七大基本手法 我们身体分八个局部的按摩 还有我们的脚底按摩也是我们摩生的工具 还有精油按摩 另外还有按摩临场的应用 那我们要考过学科跟数科通过以后 才成为一个真正合格的视障按摩师 除了按摩技术一流之外 视障按摩小站不求装潢设计 但都清洁卫生一点都不马虎 只是视障朋友不善宣传行销 市府劳工局近年举办ICU磨砺无线活动 只要打卡上传照片就可以抽大奖 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 觉得这个视障按摩 确实对它的生活品质的提升 疲劳的解除有相当大注意的话 可以直接到就近的各按摩祭典去做消费 然后把这个消费上的 这个跟按摩师的合照 然后按个站 然后传到这点 就可以去参加摩彩 另外市府劳工局近年还将举办 视障按摩巡回体验 5月到9月在大卖场 医院捷运站 共有20个场次 民众可以免费按摩10分钟 实际体验视障按摩师的魔力 也给视障朋友一份鼓励 如果去体验的话 你可以针对按摩师的他的这个礼仪 那个清洁卫生 其实去做适当的评比 我们会真给这些视障按摩师 一个任务达成的礼仪 而且会有一些的津贴来补助他们 目前高雄市共有一百多处的视障按摩小站 民众可以上网搜寻住家附近的视障按摩小站 前往消费 给市场朋友一个工作机会 维持家庭生计 详细的节目内容 请看4月30号晚间9点播出的幸福按个赞 港路新闻潘志光 赖长帮采访报道